湖南一男子预言自己将在24小时内死亡 结果第二天真的应验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究竟是巧合还是男子真的可以未卜先知 那一年 长沙地区迎来了难得的好天气 三月的暖阳洒满大地 村民们个个都精神饱满地出门劳作 在望城县丁子镇的一处村落里 43岁的舍德青刚和邻居王老汉打过招呼 准备去现场查看他新包的一个柏油路工程质量 这是村里通往林镇的一条小路 舍德青包了修缮和家铺柏油的活 工程进展得很快 预计再过几天就可以完工 舍德青在本地属于小有名气的包工头 手下有十几号人 都是本地青壮年组成的包工队 他们靠承包修路 建坊等活迹为生生意不错 他做事认真办事 施工质量过硬 包工队的口碑也因此越来越好 村里人都称他舍老实 他朴实厚道 和工人们关系很好 舍德青的妻子肖月明 在村子中心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商店 主要是日常杂货生意 两口子靠着自己的劳动 也慢慢地过上了小康生活 日子过得也很安定 两个孩子也都上学读书 生活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这一家五口过着平稳的生活 和村里其他家庭没什么不同 但谁也没想到 这个看似平静的日常生活 很快就被一场离奇的变故打破了 那天中午 舍德青面色古怪地回到家中 拒绝和妻子说话 整个人神游天外 吃过午饭 她的举动越发古怪 站在屋门前东张西望 好像在寻找什么人的踪影 你在看什么呀 妻子上前关切问道 别过来 舍德青突然大喊 把妻子吓了一跳 她像发了疯似的 拼命摇头说什么 她来了她要杀我 然后躲进衣柜 把门紧紧关上 妻子急忙上前 再三哄劝 才把她哄出柜子 但舍德青仍旧神志不清 自言自语着 我马上就要死了 一老要来打死我 而她口中的一老 正是村里一位 和蔼可亲的老者 易振林 易振林家住在舍家附近 与舍家可以说是 邻里亲戚的关系 平时碰面 还要热情招呼两句呢 现在舍德青 怎么会突然说 一老要杀她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妻子肖月明着急之下 立即去找了 舍德青的三个朋友 李强和王大妹 她详细地询问了 舍德青最近的一些举动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舍德青和易振林之间 似乎产生了某种误会 才导致她这样反常 根据三人的叙述 舍德青前几天承包了 村里一条连接附近村落的 土路修建工程 工程进行到一半时 舍德青发现 自己准备的鹅卵石 好像少了一些 她翻箱倒柜 也没找到丢失的鹅卵石 这才突然记起 上周她把一车鹅卵石 临时搁放在了 易振林家的院子里 于是她开始怀疑 是易振林偷走了 他的鹅卵石 心生不满 后来村里有人提醒舍德青 也许是自己记错数量了 这点小事 易老怎会介意 舍德青你也别多心 舍德青这才意识到 是自己多心了 顿时对易振林家 歉意满满 但让人意外的是 此后舍德青整日害怕 易振林来找他算账 天天提心吊胆的 她时常自言自语 易老不会就这样算了吧 明显仍念念不忘 这显然是精神出了问题 肖岳明想到 赶紧给丈夫 找来安神的忠诚药 可怜的舍德青 在她和弟媳的哄劝下 才终于服下药物 不再胡言乱语 当晚十点 看着丈夫睡下 肖岳明长舒了口气 她希望一切就此平息 丈夫能恢复正常 然而凌晨两点 一声惊呼 惊醒了熟睡的肖岳明 她急忙下床 这才发现 舍德青不见了 邻居说 刚才看见她拿着铁锹 朝一老家跑去了 当肖岳明匆忙赶到一家时 一幕惨烈的场景 出现在眼前 只见一老满头是血 右手歪斜 显然骨折了 而舍德青 则双目无神 口中念念有词 发生什么事了 快给我解释清楚 肖岳明焦急地问道 原来 一老一家当时正在熟睡 半夜突然听见 砰砰敲门声 一老惊醒下床 刚打开房门 就见舍德青手持铁锹 一下子砸了过来 一老伸手不如往日 只来得及举手挡一下 右手鹰声断裂 你疯了 一老大声斥责 而舍德青 却像没听见似的 自顾自地念叨 一老要杀我 都是误会 赶快去医院吧 肖岳明健壮 连声向一家陪不适 然后搀扶住 神志不清的舍德青 向自家走去 回到家中 舍德青仍不见好转 他四肢发软瘫在床上 妻子呼唤他的名字 也没有任何反应 老公 你把我吓坏了 肖岳明心急如焚 当他正要为 舍德青找医生时 突然看他的嘴唇发紫 鼻息微弱 他惊骇地探了探丈夫的鼻息 他已停止了呼吸 救命啊 舍老师不行了 肖岳明绝望地哭喊 响彻了夜晚的村庄 村民纷纷被惊醒 聚集到他们家看热闹 但时已晚已 急救人员宣布 舍德青脑死亡 再无生还可能 此事发生后 整个村子为之哗然 舍德青前一天 还神神叨叨地说 自己会死 没想到一语成真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诅咒命案 村民们议论纷纷 其中也有人怀疑 这是一老家报复的结果 一老不过是手骨折 而舍德青却丧了命 实在太巧合 为了弄清真相 肖岳明坚决要求 对丈夫遗体进行法医鉴定 结果出人意料 舍德青是在头部遭受 外力打击后猝死的 换句话说 他很可能就是在 一家实受的伤 才会突然死亡 这也给一家平添了 无端的委屈 那天晚上 舍德青闯进来作案时 一老年老体弱 为了保护孙子 才躲到楼上 把舍德青一个人留在楼下 两人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没人知道真相 一老自诩清白 但在法律面前 他难辞其咎 这也为谋杀舍德青 悲伤的嫌疑 不得不接受警方调查 而专家在研究 舍德青生前表现后 给出了惊人判断 他可能患有 某种妄想型精神疾病 舍德青先是无端认为 一老偷走了自己的材料 产生了被害妄想 后来这种妄想进一步发展 让他认定 一老会杀害自己 并做出各种反常举动 如果当初舍家人 能及时带他就医 也许整个悲剧 就不会发生 这起命案发生后 长沙地区许多村民的生活 发生了改变 一老右手骨折后 生活无法自理 只能依赖邻里帮助 他再也笑不出来了 整天郁郁寡欢 舍德青的死 更是让两个家庭陷入悲痛 妻子肖月明精神恍惚 好几次在河边一途自杀 两家老人更是痛不欲生 舍父更是因悲伤过度去世 本是和睦相处的邻里 现在你来我网间也尴尬远壁 村民们不再聚在一块聊天 打卡散工也不像从前那么高兴 谣言和猜忌在人们间蔓延 这起命案给宁静的乡村带来了惊悚 也让简单的人们失去了彼此信任 疏远了感情 肖月明后来闯入县政府请院 要求重新调查 为自己和一家人洗脱罪名 然而 由于缺乏证据和目击者 警方只能结案 未能给出一个满意的说法 多年后在一个下雨天 肖月明独自站在丈夫的坟前 他回想起多年前两人新婚时 那些美好时光泪水不禁夺矿而出 世事无常命运弄人 谁也料不到 一个小小的误会和妄想 竟然会造成如此悲惨的后果 也许 真相永远藏在迷雾当中 成为这个村庄的一桩永远的谜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